大家好 上两节课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图像处理 但是呢 只介绍了画图 就是做一个背景 然后画出各种图形 那看一下这节课 咱们主要做什么 我们来打一颗件 看上一颗介绍了图像处理 主要是画出各种图形 那本节课呢 是图片的处理 也就是在P2P程序中 将图片进行缩放 裁剪翻转 旋转透明 锐化等一些图片处理操作 也是借助于 我们手册里边 给我们提供的 基地库函数来完成的 那这些函数呢 咱们有的点过的是通 是上一节课 咱们用来画出各种图形 比如说圆活举形啊 那看一下 上一节课呢 咱们用的是创建图片 是创建一个 呃背景图片 是一个资源 那这节课呢 咱们可以使用现有的图片来创建资源 创建 图片 资源 这是咱们第一步 那图片资源呢 有各种类型的图片 比如说有呃 GF图片 有JPG图片 有PNG图片 那创建资源呢 创建哪种类型图片的资源 就使用对应的函数 比如说 这个里边 你看 from JPG 只要传一个图片名 我就可以创建这个图片的资源 看这个 这是GF图片 所以呢 你看我这里边有一个GF图片 这个 只要我传一个图片路径就可以 使用的函数是IMAGE CREATE F from GF 如果创建 里边只要传一个图片的位置和名 有图片名称 就可以 同样 如果我创建其他类型的图片 比如说 PNG 再比如说 JP EG 这样的图片 或者有其他格式的都可以 你看到手册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 JPG 等等等等 这种类型的 这种类型的 都是新建一个图片资源 但是咱们做实验的 你就可以 以常用的这三种类型 做实验就可以了 其他类型的 咱们JPG 成员用的很少 但是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那创建完图片资源之后 我就可以在图片上 画出 跟上两句 咱们作用是一样的 画出各种图形 比如说 圆形 圆形 举行 什么 线段 还有画出文字 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销毁呢 既然也是图片资源 和咱们画图自己创建的资源是一样的 比如说和真色彩 咱们以前用的真色彩 创建资源是这 是这种 下面你看 能看到 真色彩图片是这种 i mge crete true curor 使用这种 然后指定宽度 和高度 那图片的本身 这个图片就有宽度和高度 所以呢 我们创建完图片资源的 载区获取宽度和高度 并不用指定宽度高度 只要一个图片名称就可以了 画出各种图形 然后咱们 画出各种图形之后 销毁这个图片资源 跟前边 咱们学这个函数的时候 销毁是用同一个函数 就是这个 image history 销毁 只要团一个图片资源就可以了 图片资源 前面这三个呢 返回都是这四个还是返回都是图片资源 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 试一下 那第一步 你就是创建图片资源 画出各种图形 比如说 我现在想用GF图片创建 做一个 做一个img图片资源 等于 image create from GF 好写错了 image c-r-e-a-t-e f r-o-m from 然后图片资源呢 刚才看到了 我当前目录下 有个image 下面有个 map地图 5点GF图片 你看一下 那我这销毁 在销毁之前呢 我需要把这图片输出或者保存 同样 输出GF格式 使用match GF 输出P 呃 png格式 png 输出 jpng格式 jpng 前面呢 咱们只是输出浏览器 这回咱们换一个套路 并不输出给浏览器 而是处理完图片 直接再保存到服务器上 所以这里边 如果我 第一个参数 当然都是图片的资源 如果我存第二个参数 指定图片的位置 就能把这图片保存 图片 位置 这三个行人都是一样的 第二参数指定保存到什么位置 它就不输出了 而是直接保存 所以比如说 我创建了一个图片资源 然后 我最后用完之后 我销毁它 image dector 销毁图片资源 img 但是呢 我在销毁之前 我可以怎么的 可以保存 比如说我可以 虽然我是创建的是gf图片 但是我可以保存成各种格式 都是可以的 那我就最好是对应的 我创建gf 我就保存成gf的 比如说 图片资源 第二参数 我会给它保存成 点斜杠 image 下边的 map 2 gf 那在 这几步 第一步 创建图片资源 然后保存 然后销毁 在保存之前 我就可以在上面 画各种图形 比如说 我画个矩形 画个圆 画个线段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 画一条 呃 线段 你看啊 使用image ln e 外头线段 在这个image里边 当然了 我也得做一些颜色 比如说 看一下我创建 嗯 这个创建一个颜色 比如说 如果来 走了 他要创建一个颜色 比如说 红色的线 red 红色 那这块就是255 img 图片资源 所以画一条线 在这块 从00开始画 画到呃 100乘100的地方 什么颜色呢 red 红色的线 好 我们刷新一下 看到能不能保存 访问 lockhost 下边的 呃 demo.pp 好 没有任何输出 因为咱直接保存了 也没输出图片 你看一下 出了一个map2 就有一个 从这开始到这一条线 那假如我在这画一个圆呢 或者画一个矩形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 咱们找一下 画任何图形的 跟前面咱们做的方式是一样的 比如说 嗯 画一个椭圆 使用这个 从哪 是什么图片资源 从哪开始画 长轴和短轴什么颜色的 在这个图片资源上 我从200和100这开始画 画是长轴100 短轴100的 红色的 一个椭圆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他会把原来图片覆盖 你看 这话就有一个圆圈 所以我们可以 同样是图片资源 跟原来是一样的 可以画各种图形 画出各种图形 只要前面你可以画的图形 都可以在这个图片 变解人画 因为创建的资源 不管是 这种创建图片资源 和这种创建图片资源 是一样的 操作方式也是一样的 但这节课呢 咱们画各种图形的 上两节课咱们已经介绍过 这不是咱们这几个主要内容 那这一刻主要内容 就是对图片进行处理 比如说缩放啊 裁剪的翻转的 透明处理等操作 好保存一个第一份 第一个版本 一点PSP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创建图片资源 我想直接知道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怎么办呢 你看一下 我在 呃 这块输出 使用 直接通过这个资源 我们可以获取宽度 比如输出宽度 是 连接 image x x s 直接传图片资源 就可以直到宽度 换下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高度 我们看一下 有宽度 有高度 我们输出一下 宽度 547 高度482 我们来看一下这图片 547 482 就获取到了 不光是我们用这个可以获取 你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 直接通过图片名称 我们也可以获取到宽度高度 那我们这里边需要用到的函数 就是这个 你看 image 找一下 使用get image 找一下以G开头的 这块 这块 获取图样大小 你看一下 只要存一个图片名就可以了 图片的名称 不用使用资源 那他返回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在这 这个地方 位置吧 使用get image size 这个函数 只要换一个图片名就可以了 images 然后map.gf 你看 返回来的是一个数度 那我们打印一下这个数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值是什么 可以看到 下标零对应的是宽度 下标一对应的是高度 下标二对应的是这个图片是什么类型的 然后其他的咱们就不用看了 mi类型啊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咱们都不用看了 咱只要用到前三个就够了 知道他的宽度高度和类型 这就是这个函数的主要目的 那看下类型 我们看一下 所以零包括宽度的像素 一包括高度的像素 所以二就是类型 如果是一就是gf 是二就是gpg 是三就是png 是四是这种类型 五是这种类型 六七八九十 一直到十五十六 一共有十六种类型图片 都可以获取到 那咱们现在获取的值是一 所以就通过这个类值 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类型啊 它是gf类型 所以我通过它 也可以输出宽度和高度 看一下 还可以知道类型 那我们这块 只是不用这个了 用ar数组里边 下标零是宽度 下标一是类型 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你看还是五百四十七 四百八十二 所以这两个比较 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 直接获取图片的高度宽度呢 必须用图片的资源 而这两个在不创建 这个函数 在不创建图片的资源的情况下 就可以获取图片的宽度和图片的高度 获取图片的宽度和图片的高度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 如何获取图片的属性 刚才看到了 使用这个 ImageX 获取宽度 但这里边必须得是资源 Y 获取图片的宽度 里边也得是资源 还有 Get ImageSize 可以获取宽度 高度类型 里边直接图片名就可以了 图片 名称 返回数组 返回数组 下标零 代表的是宽度 下标一 代表的是高度 下标二 代表的是类型 图片属于什么类型的 都可以获取到 为我们后边图片的处理 获取类型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接下来获取类型了 这回我们开始 各种实例的操作 比如说缩放啊 裁剪的翻转 这么多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 缩放 先保存一下 我们来写个函数 我们写一个什么函数 只要我指定这个宽度和高度 那我就可以给他缩放 或者是按百分比缩放 你知道 我先不用写函数了 就直接写就可以了 比如说 做一个文件名 等于 我换一个 当前目录下 image图片下 我用这个 小人这个 喝点JPG 这个图片来做 那 喝点JPG 它是一种 JPG类型的一个图片了 然后 我要在这个图片 缩放百分之五十 等于 零点五 缩放百分之五十 用这图片 这是 什么文件 缩放多少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通过这个 刚刚看到那个get image size 里边只要传一个文件名 我就可以获取什么 获取 我用例子的来接收 这个图片的 宽度 这个图片的 高度 类型 我现在就 不用了 获取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这是一个 JPG的一个图片 咱们知道这个 当然以后你做成绩的时候 一定要让各种类型的图片都可以通过一个函数去处理 咱们下一节课 我会给大家写一个专门的图片处理类 你照着我那个图片处理类就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图片 那这些块吧咱们先把图片的各种处理功能去写完 那么新的宽度 我就NW新的宽度 我将是这个宽度 乘以 这个50% 新的高度 等于 乘以 50% 0.5就50%吗 缩放一半 然后我们缩放用哪个函数呢 咱先不管用哪个函数 总之缩放后是一个新图片 缩放后是一个新图片 所以我做一个新图片 等于使用咱们前面创建那个 Image C-R-E-A-T-E-T-R-U-E Color 使用这个 创建一个图片资源 那么缩放后的宽度 和缩放后的高度 你看这是缩放后的宽度高度 假如说这图片缩放50% 那这新创建图片资源呢 就是各自宽度高度是原有的50%的 然后原来的图片 就是背景图片 就是这个图片的图片资源 我也得创建一下 当然创建的 使用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from 这是JPEG图片 所以呢 我使用JPEG这个函数 直接传文件名 所以有两个图片资源 那有两个图片资源 我们怎么缩放呢 找一下手册 你看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函数 看呀 拷贝部分图像并调整大小 看这个 第一个参数是目标的图片资源 也就是缩放后的那个图片资源 然后这个呢 是原有图片资源 也就是你要处理的那个图片 然后目标图片的从哪开始 X轴从哪开始 Y轴从哪开始 原图片的X轴从哪开始 Y轴从哪开始 然后呢 目标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原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这样的话 他就会 如果输出这个 就会缩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的函数是 IMAG image COPYRE reset 第一个传新图片 也就是目标图片 第二个传原图片 然后呢 在 新图片的 哪个位置开始将原图片拷贝 从零 零位置拷贝 在 原图片的哪个位置 往这个新图片的零零位置开始拷贝 零 零位置 然后呢 你记得 这块 第一个是原图片 就是目标图片 圆图片 这两个参数是目标图片 圆图片 目标图片 圆图片 这样的一个顺域就可以了 你看 目标图片的宽度 是新的宽度 新的高度 那圆图片的高度呢 是 这是圆图片的高度 圆图片的 不是圆图片的宽度 圆图片的高度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 圆图片的宽度 也就是相当于这两个坐标是 圆图片的零零到整个宽度 这是整个图片的整个面积 拷贝到新图片的零零位置 然后这个宽度 这个高度 所以这个宽度和这个高度呢 比圆图片的宽度高度 正好小一倍 百分之五十吗 那你可以是三 就缩放百分之三就可以了 百分之三十吗 然后 就把这个 这个图片已经考到这个图片资源上了 而是缩放百分之 我这些零点三百分之三十的缩放 那既然是百分之三十的缩放 所以 他考不到上面百分之三十 那我输出的不应该是圆图片 如果输出圆图片是没有变化的 我应该输出什么 新图片 所以我这块 你卖着 JPEG 因为这是JPEG 所以输出JPEG的格式 新图片 然后有两个图片资源 所以呢 我得把这两个图片资源 都 两个图片资源都销 销毁掉 因为当时有图片处理 开始咱们就有创建资源 就有销毁资源 销毁这个新图片资源 也要销毁这个原有的一个图片资源 背景图片资源 好 我们看一下 当然这块是输出 我们不想输出 直接保存 保存 这个图片的名字叫 呵呵 我就叫呵呵 二点JPEG 刷新一下 有了一个错误 在43号 这块少了一个新的宽度 没有目录 我这块少了一个S 这都是首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多么多一个图片 你看多了一个图片 跟圆图片比 就是圆图片的多少 百分之三十 看这个 但这个呢 有点不是等比例缩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你看这块 图像输出 一半大小输出 不过可以用这个更好的质量输出 你看这个 比如这两个 跟刚才那函数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输出更好的一种图片效果 它两个参数介绍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拷贝缩放图片的时候 用这个函数会更好效果 那我用这个函数再给你做一个等比例缩放的效果 所以我保存一下 23.PRP 好 那我看怎么做等比例缩放 刚才呢 不是等比例缩放 我这里边写一个 呃 函数吧 这块 faction 做一个缩放 比如说thumn 我只要传一个圆图片名 背景图片 然后缩放的宽度 和缩放的高度 然后输出的新图片名 新文件名 这样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些我都 哦 都重新给大家写吧 看这个 比如说 我先获取这个图片的 呃 原有的宽度和高度 假如说我调用的时候 我会这么调用 thumn 缩放 比如说将 imgs下边的 he1.gf jpg这个 jpg 呃 宽度要的缩放成200 乘200的 但是呢 我不让他就是 目标就不是200乘200 而是 任何一个边 宽度宽度也好 也好 高度也好 不要超过 这个最大值 然后呢 还让他等比例缩放 然后 比如说 传这个图片 缩放完之后 我用的图片名 我得让他变一下 比如说 让他去变成 images下边的 假如说 让他变成 呵呵 三点 jpg 我是这样的一个 调用方式 那 我首先呢 要获取这个原图片的高度和宽度 你看 原图片的 呃 list 获取 圆的宽度 圆图片的高度 等于 get image 呃 image size 然后 这个圆图片背景图片名 圆图片名 然后有了圆图片名 我这里边就要设置一下 你看 他这有一个固定算法 其实手冲里边已经写好了 我们就不用自己去设置了 你看 像这块 圆图片名 圆图片的高度 然后就是这一段算法 把它直接粘过来 你看一下 如果传递这个宽度和什么 这是圆图片的宽度 我把这几个变量值改一下 圆图片的宽度 并且小于这个圆图片的高度 这固定的算法 然后将这个高度除以圆图片的高度 然后再乘以圆图片的宽度 然后付给新的宽度 否则的话 这个高度就是宽度除以圆图片的宽度 这个你不用怎么记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算法就可以了 圆图片的高度 看一下 高度宽度就有了 然后这是根据你存的值 然后通过这个固定算法 把它等比例的宽度和高度算出来 根据缩发后的宽度和圆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把等比例的缩发后的宽度高度算出来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图片 JPEG 看一下 这个是JPEG的格式 然后BACKGROND 只要找到这图片 当然得判断这图片存不存在 然后我们用这个拷贝 这个 Image COPYRE SMPLED 当时这函数比刚才咱们用的函数 效果还要好一点 这地方传新的图片资源 传圆图片的资源 然后从新图片的00 把圆图片的00 考不到新图片的00 这个位置 然后新图片的宽度是这个 新图片的高度是这个 将圆图片的整个的宽度和圆图片的高度 缩放成这个新有的宽度高度 考不到新图片里边 所以我在这话 只要Image JPEG 输出 这个 NEW新资源 位置是什么 就是这个新的文件名 File新文件名就可以了 然后我只要 销毁这两个资源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呢 我现在这个函数 因为只固定写的JPEG图片 所以这函数只能销毁JPEG图片 如果是其他图片呢 你换成其他的类型就可以了 好 你看一下 我这里边销毁 Image DESTROY 销毁新的资源 和 销毁 原有的资源 好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用 同样是调用这个 刷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几个他就等比率做放 但是他的宽度是200乘133 并不是200乘200 所以他有一个等比例的一个约束 一个等比例的缩放 你看这个我们缩放50% 就有点图片拉伸了 而这个图片和原图片 基本上是等比例的一个缩放 就因为我这块新图片的宽度高度 做了等比例的缩放 这只是限制他宽度最大不能超过这个 高度最大不能超过这个 就是这一个算法就可以了 一个判断 这是缩放 我们来保存一下 4.PP 这个是缩放GPG图片 缩放别的类型的图片可不可以呢 你知道 缩放其他类型的图片 当然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这是改成 如果你以后做成 做成这个是做成一个变量的形式 那我们就可以处理一个行 就可以处理各种类型了 根据我们传递的类型来判断使用哪个函数 根据我们传递图片的类型来决定输出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函数 你看假如说我把这个MAP.GPGF缩放 MAP.GF缩放 缩放的图形 我给它起个名叫做3.GF 其他的没有需要改的 好 任何类型都可以 我只换了一下 你看一下 缩放是缩放了 但是看一下 原有这个图片背景是透明的 有透明色 这就出现问题了 也就是我们在手册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透明处理 看到了吗 透明的处理 并不是所有图片 透明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图片在改变大小的时候 处理 图片在改变大小的时候 为什么要有透明处理呢 因为 PNG格式 还有JPEG格式 透明色 透明色都正常 都正常 只有GF 不正常 就会出现刚才咱们看到那种背景颜色 所以咱们要解决 因为用户用你的系统的时候 经常会处理一些GF图片 有可能在GF图片 比如logo也好 或者什么图片也好 它背景就是透明色 那透明色的时候 如果你出现这种黑色的图片 那就比较难看了 对吧 所以我们解决的办法 就是要处理这透明色 现在有很多网站 你看你 你要传正常的不透明图片 什么都可以 透明的图片的PNG和JPEG也可以 但是偶尔你传一个GF图片 那网站有可能就处理不了了 所以对于这种问题 咱们就得解决 怎么解决这透明色 这也是我在 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在国防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些一个小的算法 当然你记不住这个算法 也不要也不要紧 你只要固定按照我这种写法写就可以了 需要的函数呢 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 处理透明色 有个image color t-r-n-s-p-a-r-e-n-t 里边存在一个 就这个函数 有的时候咱们还会用到image color 这个函数 还会用到image color indice indice 这个函数 看一下 咱们会用到这几个函数 那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这几个函数都是干嘛的 我们在手册里边找到这个函数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将某个颜色定义为透明色 你看啊 假如说我这块指定白色 那我这个函数就可以将白色都指定为透明色 在哪个图片资源里边 假如指定个白色 我就能将白色是什么图片颜色 如果指定红色 我就能将红色设明为透明色 那像这里边现在背景是黑色 我就可以把黑色都设成透明色就可以了 你看啊 将图片中的透明色设置为 呃 这个颜色 将某个颜色设为透明色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然后呢 你卖着呢 你卖着呢是这个他返回那个图片的一个呃标识符 然后呢 透明色呢是图像的一种属性 透明度不是颜色的属性 一旦设置了某个颜色为透明色 图像中之前化为该颜色的任何区域都是变成透明的 那这个呢 返回是新透明颜色的一个标识符 他返回的是颜色的标识符 如果省略颜色 省略第二个参数就会返回这标识符 所以咱们通过这标识符来判断一个图片中 有没有指定透明色 有没有指定透明色 所以我先把这个先不传第二个 我先判断这个图片里边有没有透明色 那我就使用这个函数 你看 这是咱们一种解决方法 你看啊 我先看这个图片img 这是我们做的是传进来的这个图片 我们看这个图片里边有没有透明色 他返回来的咱们是一个标识符 比如说咱就随便写个变量otsc 怎么判断这个标识符有没有透明色呢 如果这个指定这个反围的透明色的颜色度 是大于零并且小于 颜色的总数 这个是设置颜色总数的 你看一下啊 你看 取得一幅图像的调色板中颜色的数目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透明色在不在这个颜色调色板中颜色这个呃范围之内 所以我这会儿只要判断一下 如果到了乎otsc这个透明度 这个标识符大于零表示有透明色 并且呢 他没超过调色板的颜色范围 img 这个函数 然后这里边只要传一个图片资源 原来的图片资源 otsc 直接传那图片资源就可以了 也就说明 小于这个 也就说明 这条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图片中 有透明色 那如果有透明色怎么办呢 我就先取出这个透明色的 所以看下这个函数 你看啊 取得某索引的颜色 只要这块放一个索引 你看就会返回红色绿色蓝色 以及透明度这几个关联的数组 包括了指定颜色索引的先映的值 比如说这块指定了 在这块指定了一个颜色的一个范围 某个地方的颜色的索引 然后就知道这个索引的RGB是什么 一会咱们会讲到这个函数 某个地方的这个索引值 而透明度返回来的 那正是这个索引值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行人处理了 所以我们直接 你看 使用这个 一个颜色的索引值 我觉得TRN吧 等于使用这个函数 直接在 IMG这里边 这个索引值 OTSG这个透明度的一个索引值 那能反归什么 就知道这索引值现在是什么颜色 你看我打印一下 WTRN 我刷新一下 我先这会儿先不保存 你看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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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255 能找到这个索引颜色的是255 大概是白色 你看 然后找到这个索引颜色值 我通过这个索引颜色值 我就创建一个 刚才看到了 这里边能取出来下标是 红色的值 绿色的值 蓝色的值 这透明色 也就是这文件 透明色指定颜色这块 所以我现在使用这个 做一个新的一个透明色的一个颜色 等于用创建颜色 那个 Image A-R-O-C-T C-A-T 我在这个新图片上 我指定TRN 它的红色的 取出来 TRN 取出这个颜色 绿色的 G-R-E-N 取出 这个 TRN 蓝色部分 BLUE 你看 这个颜色有了 我就在这个新图片上 我先铺一层 这个透明色 这个颜色 这颜色 刚才能取出是 这个索引颜值 对应的是白色 刚才看到的是白色 所以呢 我现在用天充 图片天充的方式 我将 谁啊 将这个 新图片 00位置 开始 天充成这个新的透明色 这个刚才看到是白色 然后我再输出 你看一下 现在背景就不是黑色的 而是把它转成白色的了 小心一下 这位再看一下图片 你看 背景变成白色的了 因为刚才取的是R5 325不是白色的吗 这圆图缩放后 是背景是白色的 但是也不是透明色 所以我在 已经把背景天充白色了 那我怎么办呢 在下边拷贝之前 我先做一个这样的 Image color 嗯 还是使用这个 刚才是 如果没穿颜色 就取出透明色的那个度 那个指数吗 我现在设置 你看用同样的函数 将这个 新图片 我设成这个透明色 取出来这个透明 也就是将 所有 这个刚才取出这个颜色 刚才看到是白色了 将所有白色的都指定为透明色 有时他会从这图片上 先把透明色抓出来 然后呢 设置成颜色 将这个颜色地步都设置为透明色 那最后我再来保存一下 小心一下 哦 63号有个错误 这少了一个分号 看一下 这是原图 这是缩放后的 没问题是没问题 透明色 但是有的部分 不太 好像不太准确了 他有点不太完全透明 你看不像这个的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跟我们 呃 这个函数有关系 这个函数有关系 所以我再换成 这种拷贝的 imagine color 呃 使用imagine copy 使用 咱说 最前面咱们用过这个 我再看一下 照新 好 你看一下 还是刚才那函数的问题 你看 透明色就完全有透明色了 没有刚才部分雪花的那种感觉 这是缩放后的 所以我做一个缩放的程序 如果使用这个函数 那么不管你图片是什么类型的 我现在都可以把有透明色都可以处理完成了 就不会出现刚才那有透明色的问题出现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记不住这个方式 这些函数也不要急 不明白什么意思也不要急 你只要按我这种固定写就行了 这是一种处理透明色的固定方案 就相当于这个缩放等比例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算法 像这样固定算法 你就算你把它研究明白了 也没什么的多大多大意义 这固定计就可以了 好 再保存一下 保存成五点PSP 我们再来看一下图片的裁剪 第四部分 图片的裁剪 就是把图片的某一部分取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边呢 也不用到 也没用到什么新的函数 也用到前面咱们拷贝的函数就行了 Image COPY resize siz 这个函数 或者是Image COPY RES MPLED 这两个函数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把图片中的一部分 呃 裁剪出来 好 我也重新写一下 写一个裁剪的函数 以后你用这个函数 就可以对图片镜裁剪 比如说我定一个函数叫做CUT 这个函数 然后我只要传进去原图片名 对哪个图片镜裁剪 对第一个图片镜裁剪 然后裁剪的从哪开始裁剪 从哪个s座标开始裁剪 从哪块的y座标开始裁剪 裁剪出多宽 裁剪出多高 然后呢 新的文件名的位置 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在调用的时候 比如CUT 假如说我在把这个图片的啊 h1.jpg 他这里边的 比如说从他的10座标和20座标开始裁 从这开始裁 裁成裁成200和200大小的 裁这么宽度的一个图片 然后裁完之后的图片 我保存的文件名 你们下边的叫做h115.jpg 这样一个地方从哪开始裁剪 裁剪出多宽多高来 新保存什么文件名就可以了 好 我这里边既然穿jpg图片 所以呢 我这里边就需要 背景图片 bhck使用这个 images create from jpg bhck jpg 把这个图片先拿过来 创建一个图片资源 然后裁剪出来是一个新图片 所以咱们还要做一个新的图片资源 image 啊 图片 那裁剪出多宽多高呢 宽度 高度 创建一个新的图片资源 就是裁剪的宽度和高度 好 有了这两个图片资源了 其实我直接裁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用image copyresampled 使用这个函数就可以 你看啊 新的图片 然后这是原有的图片 从新的图片的00这块 拷贝到新图片00这块 从原图片的cot x这块cot y这块开始裁 裁多宽呢 裁cot 在那边的宽度 cot 高度 才这么宽 然后呢 在哪个上面裁出这么宽来 在这个上面裁出这么宽度来 所以这会儿再写一个cot 宽度 cot 拆点的高度就可以了 所以很简单 并不是说什么新的 只是一种算码可以 算码而已 然后保存成 你看还保存成 保存这个新图片 不用保存原图片 保存到新的位置 我最后一个参数 传到新的位置 然后销毁两个图片的资源 就可以了 image bestroy 销毁 新的资源 销毁 原来 原来那背景图片资源 就可以了 那你看这会儿 我裁剪的时候 现在没有那个图片 那我裁剪完 刷新 哦 这输出了 没保存上 因为我这块 新的图片 ro rocatln 那只能正确的位置 它就会输出 是不样的输出的 你看 裁剪的图片 就是这个 当然我可以指定裁剪 你看一下 我现在在原图上 原图是这个 是这个原图 我把它打开 我把它打开 然后 我到我的电脑里边的 我找一个工具 你看 找roader 这个尺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火球 给裁剪出来 我量一下 我量一下 它的x的宽度是多少 假如火球 这个是440 然后我连接它的高度是多少 440和140 所以我在这会写一个 从440和140这块 然后这个火球的宽是多宽 高是多高呢 我们再量一下 比如火球的高度 是112 宽度 117 那我这会就写上 117和 112 大概这个 你看我这个裁 能不能把火球裁出来 因为刚才那是随意裁的 你看一下 这个火球就裁出来了 所以只要知道图片的像素 从什么位置才多宽多高 保存什么新图片 我们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剪切的 所以用这个呢 任何图像 这个现在我做只是JPG的 通过咱们下一节课 咱们讲的那个 可以 下节课咱们会做一个图片 专门图片处理类 你就可以任意图片 直接都可以做 这里边我们现在也可以做 但是呢 咱们还是留在下节课吧 你可以判断什么类型的 然后创建什么类型图片 输出什么类型的就可以了 很简单 当然你自己可以把这个功能加上 这是图片剪 裁剪 我们再来看一下图片的操作 比如说 加水印 第五部分 图片呢 加水印 当然这个水印分为两种 一种是文字水印 一种是图片水印 那这两个呢 咱们也写两个函数 比如说 假如说加文本水印 我做一个函数这样的啊 faction 标记 文本的水印 只要我传背景图片 然后传水印的文本 然后在哪个位置上加水印就可以了 这个函数你可以一起细化一下 文本水印 这样当我掉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 文本 调用的时候 我们这会加上 我还是用的图片吧 image 呵呵点 接批记 然后呢 文本 比如说我加上 是说prp几个字 然后在哪还是加呢 我随便指定位置 比如说150和250 来看呀 我能不能把这个系统pp 加到这个图片的150和250这位置 很简单 背景 image cr eat from jpeg bhck grond 背景图片 然后 做一个颜色 比如说 我现在想加 绿色的水印 那我就 image 颜色 在那个资源上 绿色的 那就是 rgb0 2550 这绿色的颜色 好 然后只要我输出文本的方式就行 image tftsc 这是咱们前节课 咱们说过 如何在图片上画文字 当然这个画文字你可以画啊各种字体的文字 使用这个 然后呢 什么角度啊等等都可以 但是这个文本呢 你一定要记住默认只能画utf8的字体 我这有中文 因为我这个默认字符记现在就utf8 所以是可以的 如果你那是gb232 你要使用iconv 这个函数转一下 比如说把那个文本拿过来 就输出utf-8 啊 这两个参数有点不记得 那你就看下这函数吧 gb2312 哪个文本呢 dolftst 转一下 就把gb232的转成谁了 转成utl8的了 但是我这个现在是不用的 因为我在默认现在就是utl8的 那来看这函数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资源里边上几个课 咱们介绍过的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 你再去呃 看一下上几个课的呃教材或者视频 然后20号字体 然后倾斜角度是零 然后从x位置和y位置开始画 这个字体 然后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 然后这个字体 我们就得考规了一个字体 我到C盘线 字体库里边去考一个 比如说 free type字体 这里边哪种字体都可以 比如说我用凯体 那么考不到我当前目录下 这个名称 那我在这块加上这个 什么类型字体 然后什么文本 test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文本 以绿色颜色画到这个 这个上面了 但是你觉得颜色不好看 你可以换一下 其他的颜色 然后保存 bck 在这个上面保存的文件名 比如说我就在原有的这个图片上 还是让他叫这个图片名 把原来图片覆盖 然后 imagine destory 销毁 bck 换一个文件名吧 我就直接在这写了 没有 全最后一个参数 imagine 可以跟前面的警力的一样 后边再传一个参数 比如说 7.jpg 好 看一下 刷新一下 看我这个图片里边 和点7.jpg 这呢 你看 在这位置就有一个绿色的吸收 pp 水印加到这了 水印就是防止别人倒用你的图片 这样的话 他想把这个水印文字抠掉 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你可以做复杂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图片水印呢 一般的呢 呃 用的 就是这个文字水印用的不多 一般的都是把公司的logo啊 加到这个图片上 这样的话 你只要你倒用这个图片 就能看到他公司的logo和公司的名称 这是文字水印 那我们再写一个 baction 比如说我做一个图片水印 mrk pic 图片水印 那这里边我只要传递一个 还是那样 背景图片 然后 水印的图片 然后在哪个位置 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呃 水印图片呢 我现在想用这个 呃 我自己的名字 用这个做水印是gf的图片 那好 我在这儿就使用这个图片 比如说 bck 等于 image cret from gpg 先把背景图片 做出来 然后水印图片要拿出来 wtr 等于 image cret from 呃 g呃 那个水印图片是gf图片 然后wtr pic 水印图片 稍写个2 好 这两个都有了 你看啊 我获取水印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水印 w是水的开始 水印的宽度等于 先把这个 呃 先看 用这个吧 image x 可以用这个获取 wtr 水印的宽度 w水印的水印的高度 image y 获取水印的宽度高度 所以直接用一个拷贝就可以 image copy 用这个拷贝函数 我们来 这一拷贝函数没接触过 image copy 你看一下 目标资源 圆图片资源 然后呢 目标的s位置 圆图标的s位置 多宽多高 就会把多宽多高的图片 拷贝到另外一个资源 多宽多高的地方 你看下边的描述 我这里边就直接跟你写了 你看啊 拷贝 这里边目标的图片 应该还是我们的一个背景 因为是把水印考不到背景上 所以目标还是背景 那圆图片呢 我们就可以是 这个水印 然后 在这个目标图片上的x位置 和y位置 拷贝到这块 从水印的00开始拷 那么拷贝水印的宽度和高度 宽度 高度 这样的话就把水印图片的多宽多高 从00就整个水印的这一个位置 拷贝到背景图片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我只要保存一个 image jpeg 本能的 点斜杠 image s h1 s h1 比如说8.jpg 这个图片上 然后销毁 销毁 背景图片 再销毁 水印图片 这张图片 那我调用的时候 你看我就可以这样做 pic 然后背景图片 是 image 下边的 he.jpg 然后 图片 水印的图片是 也是这个目录下的 是叫做 高 峰.jf 然后 在哪位置 我随便写了一个位置 比如说在 50 和 200 200 这个位置开始 写水印 你看 现在刷新一下 无效的参数资源 在 image jpg 里边 我这里边第一个参数 少写了第一个参数 应该是 背景资源 没有问题了 你看一下 这上面就签上了我的名字 你看一下 这是图片水印 但你就文字水印呢 签名对个性 画的那一般的呢 就你要是用文字的话 那就是系统内置字体 如果用图片的话 你就可以任意字字体 就可以写上去了 这是水印的图片的文字 刚才那种呢 是这种 这是系统字体 这是自己写的字体 当然颜色呢 就看你图片上什么颜色 你就可以做成什么颜色 所以呢 我建议呢 还是用图片的水印的比较好 好 保存一下 这是我们完成了 添加水印 有文字水印和图片水印 其实没用到什么新函数 就是用到了 这个拷贝的 用到了一个这个函数 文字水印呢 还是用原来的那个画文字 就是那个image ttftst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六个话题 第六个 是图片的翻 旋转 图片的旋转 按不同角度进行旋转 比如转60度 80度 120度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里边旋转呢 其实很简单 用到的函数 这里边 我一搜一下就可以了 用到image r o t a t 这个函数 给定角度的旋转图片 复制一下 站到咱们客家来 用这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给定角度 所以这个呢 就比较简单的一种操作 什么图片 给多少角度 然后呢 背景图片 是用什么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我就不给大家写个函数了啊 你自己去使用就可以了 我这里边只给你演示一下 比如说 直接 b ck 等于image c r e t from jpeg 直接就这个图片名就行了 image 下面的he1.jpg 然后 image jpeg 将这个背景 保存成 image he1 比如说是9.jpg 在保存之前 我先将它翻转一下 image r o t a t 很简单 将这个背景 将背景 旋转一个角度 比如说30度 或者是45度 你看一下 如果是180度的话 咱先来一个180度 啊 看这个还有一个参数是什么 什么颜色的 如果直接指定个一个零 这样的是默认的黑色颜色就可以了 你看 我只要刷新一下 嗯 这个背景 旋转180度 没什么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image 9.jpg 不是没有变化 这个函数返回来的是一个新的图片资源 所以我必须得输出什么 这个新旋转后的新的图片 刚才我是写错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180度 旋转 那假如说 如果不是正好180度或者90度的 假如说45度 那这样会什么样呢 你看 他会倾斜一个角度 那背景用黑色 当然你背景可以用其他的角度 就可以了 这任意角度的一个旋转 我后边这块指定的背景颜色 你背景可以指定像咱们前面说的 啊 比如说黑色的用透明色呀 或者其他都可以 或者你指定背景是红色呀 也都可以的 10.p 那假如说我翻转呢 圆图片的旋转和翻转是不一样的 你看啊 翻转是水平翻转 还有垂直翻转 你是旋转转不出来的 比如说 我们就拿这个图片来为例 你看啊 这就是旋转 你看啊 旋转 再来一度 倒过来 再旋转 但是翻转的是有火球在这边 也是在这边 是整个图片翻过来 那有水平翻有垂直翻 所以呢 咱这里边呢 嗯 我会给大家做两个函数 其个 图片的 翻转 有是翻转分为两种 是沿 沿 沿 x 轴翻转 和 y 轴翻转 比如说 沿 y 轴 啊 沿 y 轴 还有一个 沿 x 轴 就是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 这两个概念 好 这里边我会写 呃 两个函数 比如说我先按 y 转 旋转 那这会做一个 faction faction t u r y 下方线 y 旋转 按x 旋转 再做一个函数 t u r n x 旋转 那这两个函数 比如说都需要传一个背景图片 然后呃新文件名也就旋转后的新文件名是什么 faction 这两个函数的参数是一样的 新文件名 所以我调用的时候 如果让他按x周旋转 你看我叫t u r n 按x周旋转 也是这个图片吧 点斜杠 image 下边的he1.jpg 形成一个新的图片 是点斜杠 image 下边的 he1 比如说 呃 呃 是 11 点 jpg gf jpg吧 还是jpg图片 然后 按y周旋转 image he1.jpg 还是这个图片 image he1111.1112.jpg 这是按x周旋转 好 你看这里边怎么怎么做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图片 创建资源 from jpg 道乐福 b ck g o und 当然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来做都是可以的 然后得到这个图片的宽度 背景图片的宽度 得到背景图片的高度 这个用不上 呃 什么新的函数 还是用原来咱们学过的那些函数 就可以了 得到图片的宽度高度 然后我创建翻转后的一个新图片的资源 那新图片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还是这么宽的 图片翻转之后呢 宽度高的是无变的 只不过把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看我写个复复循环 呃 道乐福 x 等于零 道乐福 呃 x 小于 我按y轴旋转 相当于这个图片 y转 竖着这个轴 相当于按这个轴旋转 也就是中间那个轴旋转 竖着这个轴旋转 所以火球会变到这边来 这个人会到这边来 火球到呃 左边来 人到右边来 是这样的旋转 所以x坐标 基本上 这 就是y坐标 基本上是呃 不变的 你看啊 小于这个宽度 y坐标是不变的 你看一下 宽度 我意思是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拷贝 用到image copy 就是一竖条 一竖条的拷贝 新像素是块 从背景 这里边 从最后一条 往他的第一条 拷贝 宽度 减去 x 你看 整个宽度减s 是最后一条 然后最后一个边 因为咱们从零开始的 整个宽度咱们还要减1 然后 零的位置 看看吧 然后拷贝到 从新一元素的这 最后位置 拷零位置 从这个圆图片的哪块 啊 x 位置 啊 这拷贝到新图片的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然后从背景图片的 x 位置 和零位置 x 变化零位置 正好是反过来考 s 轴 因为是n y 轴 x 反而考 然后呢 考多宽 那 考备 啊 一个像素的 宽度 你看 这一个像素 考一条 整个的高度 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图片 有多宽 我就循环多少次 一次考备 一个像素的条 就考备一个像素的 一整条 一整条 也就是将这边的像素 都往这边考 而这边像素都往这边考 这样的话 这一条就出来了 然后 使用 啊 JPEG 保存这个新图片 然后新文件名 然后销毁 Image DFTROI 销毁背景图片 销毁 原有的这个新图片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11能不能形成 好 Image 看一下 有没有11这张图片 你看一下 11这张图片 和这张图片 是不是两个是一个旋转的 看一下 翻过来的一个 MY轴旋转的一个图片 火球现在就变到右边 就变成左边 就是一个像素 有一个像素拷贝 其实没什么 呃 就是一个小算法而已 你可以稍稍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里边同样跟他一样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我这里边 并不是说按什么 按 Y轴拷贝了 而是按X轴拷贝 所以这块 我为了明显 我起个变量就Y Y轴嘛 用Y轴变化 新图片背景团从0 这块就不是什么 这就是高度 横着一条条拷贝 就可以沿X轴 就像刚才这图片 横着一条条的 拷贝 横着一条条的 拷贝到另外一个图片里边的 一条条的就可以了 减去Y 这是Y 也是拷贝 这块 Y减一 然后 从零开始考 Y背 然后这块是 宽度是多少 整个的图片的宽度 然后呢 只拷贝一次性 只拷贝一个像素 也就是图片的宽 一个像素的高 然后拷多少次呢 有多宽 拷多少次 你看一下 这会看12图片 11 哦 怎么一片黑色 看找下问题啊 新图片 背景图片 哦 这些反了 从零开始考 用刚才是复制的 专心一下 把原来那个黑的图片覆盖掉 哦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Y等于零 哦 这不是宽度 小于什么 小于高度 因为它是沿S 拷贝 所以呢 你看一下高度 嗯 没问题了 Y轴小于它的整个图片的高度 啊 宽度高度是不变的 然后Y加加 拷贝 新图片 背景图片 从零开始拷 拷贝到 高度 HEI G HT 减去 Y 再减去 因为它最大值简易 然后 从 呃 零开始 拷贝 Y 个元素 这个零 刚才我减错切错了 你看一下 翻转了 这是沿X轴 相当于整个图片掉下来 调转一下 原来的图片 沿Y轴旋转的 翻转 应该是沿X 翻转的图片 好 这就是图片翻转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图片的锐化 这个锐化呢 咱们用Photoshop之类的 呃 都可以做得出来 也就是将一些东西变得清楚 锐 锐 锐化 当然呢 除了锐化 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浮雕啊 什么效果 其实呢 就把每一个像素的颜色加深 和旁边的像素 呃 紧邻他的像素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咱得一个一个像素处理 这样的话 如果图片是124乘768的话 我们必须得循环124乘768次 所以特别占用系统资源 所以一般的呢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上传到服务器的图片 你可以先用Photoshop 锐化完了之后 比如说几个函数 然后呢 你在啊上传的服务器 并不一定非得用P2P程序去写锐化 因为它循环次数呢 会很多 比如锐化的一个 一个精度 这个值越大呢 锐化的越狠 当然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呢 然后图片呢就很模糊了 然后我调用的时候 比如说啊 使用这个背景图片 还是咱们一直用这个 ImageC下边的 H1.JPJPG 啊 这个图片 然后比如说角度 比如说是20 或者是呃 0.5 值越小 然后他可以是清楚一点 然后保存的文件名 我是 点斜杆 ImageC下边的 H1 13.JPG 然后多 先保存一个 因为有时候要保存多了 他循环次数就更多了 因为他有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处理 所以 背景图片 背景等于 那锐化 一种浮雕的效果 锐化呢 那概念你可以去 找一些资料 你好好看一下 就跟咱们 呃 程序做图 那里边的语化差不多 可以有模糊啊 浮雕啊 的一些操作 当然图片就是由单一的像素组成的 所以咱们要单一的像素去处理 这里边锐化的时候呢 咱们需要 呃 用到的的是这样 大概这样的两个函数 imagine imagine color imagine color for index 然后 还要指定每个位置的 颜色 用到这两个函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里边背景图片 我们将这个背景图片需要锐化 然后我知道这背景图片的背景图片的 x的距离 宽度 imax dolaf bac k 然后 y的距离 这个背景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所以我要每个像素都处理 图片正好是一个矩项 那矩项呢 我们最好是双头循环 因为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处理 所以这个效率就比较低了 如果800x600的图片 那就得循环800x600次 dolafi等于0 dolafi 小于 呃 dol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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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某个位置的 就是某个值的 这个颜色的数度 你看颜色数度什么 最前面都用过RGB 三个颜色数度 所以呢 我先使用这个函数 但是我用这个函数之前 我要先用这个函数 把什么 哪个像素的这个颜色取出来 使用Image 啊 CORRAT 你看 取得某个像素的颜色数有值 某个像素的颜色数有值 所以我在这块 如果用这个Image CORRAT 我就知道 在这个背景里边的 这个I的位置的颜色 和这个J的位置的颜色 那我取他的旁边的 前一个像素的颜色 减一的 减一的 你看 就能把 啊 I和J 前边的一个颜色 元素的背景颜色 怎么的 取出来 某一个地方的颜色 你看这个 水影值 反位的水影值 然后通过这水影值 我就能 找到这个位置 颜色的水影值 通过这水影值 我再用这个 函数 Image 你看 我再放到这个里边去 我就可以取出 VACK啊 取出 I和J 前一个元素的 这个颜色的数组 RGB的颜色数组 然后 当前颜色的数组 我也能取出来 将颜色二 这里边 当前颜色的 和他前 也就是现在 当前像素 循环这像素的颜色 和他前一个 像素的颜色都取出来 然后咱们重新设置一个颜色 如果想出现浮雕 或者语化的效果 让它更清楚一点 就将这个颜色加重 R的颜色 DALF G的颜色 RGB嘛 三种颜色 蓝色 你看红色的范围 就是这个 让DALF B里边的 呃 原来的颜色 C LR 这是他原来的颜色 原来的红色 这里边有RID 因为他返回的 刚才看到了 是RGB三个数组 某个颜色 随准值的颜色速度 然后 加上一个 你加上值越高 那这颜色 在原来的基础上 是不是变得越深了 对吧 然后加上一个 就是传进来的 DE GRE 这个参数 乘以 让他两个前后两个颜色 相减的一个差值 别太大 啊 BCLR 里边的 啊 RID红色 减去 DALF B CLR E 里边的红色 这也是一个 啊 固定算法 然后呢 这个加的值 有可能不是整数 RGB 当然得需要一个整数 所以呢 用INT VR 我们取一下整 要得整数 大致的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所以蓝色范围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么取 蓝色范围也是这么取 只不过这里边会变成 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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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E RUE 蓝色 你看一下 这个变量值越大 那成的结果就大 这三个的值就越大 然后 你如果这个值存的无限大的话 那有可能超出了颜色范围 所以咱们颜色范围呢 是在零到二百五十五之间 所以呢 如果这个值 这个阿的值 你要最大值和零 哪个比最大值取哪个 所以呢 他不会低于零 因为要跟零比最大值 对吧 然后呢 MN我在最小值 255 那这个算法呢 能干嘛呢 我们看一下 再重新付给到了付 比如说咱们随便猜测一下 这个阿如果是负五 那负五和零比哪个最大呢 当然是零最大 然后零和255比哪个是最小的呢 那当然是零最小 所以呢 要低于零的话 就是零 假如说这个是五百 那五百和零比哪是最大呢 当然是五百大 那五百和255比哪是最小呢 但二百五十最小 所以这个阿如果超过二百五十五 就是二百五十五 如果这个阿就是中间那个值 假如说是呃一百 那一百和零比哪个大呢 当然一百 一百和255比哪个小的 当然也是一百 对吧 所以呢 这样限制是这个阿的范围 不超过零到二百五十之间 这也是一种算法 所以同样的设法 让这几个值 $G0 $B等于MN255 $G0 不超过这个范围 因为这值无限大 有可能很大 所以呢 咱们不管存的大值 它会 程序会自动控制在零到二百五十五之间 所以这里边咱们其实还要 涉及到另外一个函数 就这个 images images COROR EXACT 你看这个 取得某一个颜色的随影值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了 刚才用的是这个 咱们这里换一个 跟他差不多 这是某一个颜色随影值 这是某个位置的随影值 所以呢 CORR 我把这个颜色随影值 是 LOR 是 EXACT 在这个 我这里边还得把这个图片拷贝一下 因为把原理图片就拷不到新的图片 所以我这里边还得做一个图片 DST DST 新图片 也就是用这一个背景我创建两个图片 所以呢 假如说要拷贝的这图片 DST里边 然后 DST R 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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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会返回 你看我存在三个值 看手这 RGB 就会反过条面指定颜色的随影值 如果颜色不在像头条面上 就是负一 所以呢 你看 判断一下这个 这个负值过程 如果这个颜色 负值的过程啊 加括号 嗯 等于负一 就说明不在这个颜色范围内 然后 D 消息 CLR 等于 嗯 重新创建一下这个颜色 不在这颜色范围内就创建一个 在这颜色范围内的 就不创建了 也迈着 创建一个颜色 DST里边 在这个资源上 创建一个颜色 也就是如果原来有这个颜色 我就不创建 没有的话 我就创建一个颜色 然后 我画单一像素 循环一次 就单一的像素 也就相当于 把原来的颜色 整个过程就是把原来颜色取出来 然后加重一些 然后呢 再怎么的 再把加重过的像素再烤回去 其实就大概这个 这个思路 然后 imagine 呃 单个像素 SETPA XEL 画单个像素的 DST $FU I的位置 J的位置 X位置 然后什么颜色 在新图片上 画这个新重的这个 这个位置 画这个颜色 如果上面能取出这个颜色的 所以你值 不等于负义 就用这个颜色 如果取出来的话 我就新画一个这个颜色 在原来这个图片上 然后 然后我只要输出这个图片 DST 输出这个SA 为以保存的新名 然后销毁 销毁谁啊 背景图片 DST 你看 如果没出错的话 它就会将近稍稍被雨画一次 一下 但是呢 速度会很慢 因为它要整个图片比较大 它要循环很多次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小的图片做实验 好 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13那个图片 你看 跟原来图片比 稍稍有点模糊点 但你看不出来 如果我在稍稍重点 把5变成50 你再看一下 这个值就变大了 我再刷新一下 很慢 好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一种浮雕的效果 把颜色都 能加重的都加重了 原来有的颜色就不变 然后窜一下 加重 就凸出那种浮雕效果了 这就是锐化的一种效果 类似于浮雕的效果 当然这个值 你可以设置的很大 但是它会限在这个范围内 比如说三十二十 你再看一下 什么效果 通过这值改变 就可以改变这个浮雕效果 好 这是二十的效果 稍微的浮雕效果 好 图像处理呢 呃 我们就这么多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创建图片 获取图片的属性 透明的处理 当然透明处理主要是为了 GF 透明色不正常的处理的 图片的裁剪 加水印 旋转 图片的翻转 约画 这么几个操作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对这个图片处理 你觉得太复杂了 因为你不一定说你用图片的时候 这些一起全处理 你也遇到这里边的部分功能 然后呢 你再详细的去研究 比如加水印怎么做 旋转怎么做 对吧 当然了 咱们下一节课会给大家写一个图片处理类 有了这个类之后 假如说加水印 我会给大家写成加水印和缩放的类 那这样的话 你也是咱们网站最常用的操作 就是加水印和缩放 以后用到这个类的时候 你只要简单调用就可以了 就算你不会图片处理也没关系 只要会用这个类就可以加水印 就可以什么缩放 所以呢咱们如果把这个功能 我全把它写成到一个类里边 那只要你会用在一个类 就相当于我今天写的这些函数 都把它写到一个类里边去 只要你会用在一个类 你哪怕不会图片处理 就像这个语化 锐化这个 你不会锐化 没关系 只要你会传第一个参与是个图片 然后锐化什么程度 然后保存什么文件名 不就可以用了吗 对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把这些总结形成一个类 下节课会给大家写一个 专门图片处理的缩放加水印的类 因为这两个功能是咱们写项目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功能 当然你可以把今天学过的这些所有功能 通通写到这类中 这就是peerp的图片处理 当然peerp图片处理呢 嗯 它可以完成photoshop的一些简单功能 当然不能完成里边的全部功能啊 但它跟photoshop又不一样 你要清楚 因为用peerp程度 它是动态完成的东西 也就是我上传一张图片 你比如说水印呢 还有缩放都处理好了 上传之后就是加水印和缩放后的 并不用photoshop吧 你得一张张处理 我们这个只要上传图片 程序直接都处理 把它处理掉了 那么什么时候用到缩放 什么用加水印 就看你这个项目的需要了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课呢 录日时间比较长 好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